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可讓人體血管清淨暢通的食物 是的 對 袁醫生 你昨晚才剛才從日本回來 這次有什麼收獲 是的 剛才昨晚才飛回來 其實很有趣 在飛機上 我在乘搭的 在乘搭的 中國船艦船艦 拿到台灣報紙看 有一個頭條 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一個台灣人 六十多歲 因為要照顧一個八十多歲的媽媽 而她媽媽就是有了肝癌的尾棋 很痛苦 她真的照顧媽媽 慢慢看她媽媽 因為痛身癮 她真的很忍不住 結果她知道她做了什麼 不是殺了她 是的 她想她媽媽安樂死 我不太記得她用什麼 她可能用 使用困難的方法 捏死媽媽媽 然後她自己再吃藥 再打電話 通知發生什麼事 整個過程裡 她都覺得很平靜 她跟媽媽說 我下一輩子 我都會繼續做你的兒子 我相信她跟那些救護人員 來跟她說 其實我相信我媽媽 都會同意我這樣做 大家聽到這些人間悲劇 在我們有很大的感觸 最主要就是 在我們的經驗裡 和我們的知識裡面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不是說 你吃那些止痛藥不好 你就要痛苦下去 其實有很多有效的工具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時候被人打壓了 你記不記得我以前 你都說過關於大麻嗎 是的 但是一般人認識大麻 就打算大麻是用來吸的 一般人認知 大麻是第一路毒品 是危險的 會上癮的 是被禁的藥 但是事實上 大麻根本就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第一 大麻就不會 沒有人認識大麻 無論你怎樣吸吸都好 常常沒有人認識大麻 大麻也不會影響你工作 做事的能力 大麻也不會那麼容易上癮 就是以這麼多種我們認識的東西 例如煙、酒、咖啡 其實大麻是最不容易上癮的 所以很多人都想不到 但是我們前幾段時間 都跟大家分享過外國的資料 其實原來大麻對於痛症是很有效的 我前一陣子去了加拿大多倫多 去了上一個自然療法醫生的會議 在那裡我遇到 我朋友和我去 他遇到他去剪頭髮 他就在剪頭髮裡面 遇到一個女士 他不認識的 但是我剪頭髮的老闆 就告訴你 可能是豬士八卦 他就和我朋友說 這個女士原來是自己可以種大麻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加拿大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大麻的醫療效果 所以遇到這些情況 通常政府都允許他們自己種 你可以自己種 或者叫人為你而種 通常有規限 例如你可以幫四個人種 四個人種的可能 你可能種到不知多少棵 20棵一個人 有規限 這位剪頭髮的顧客 他就為他朋友去種 他朋友是甚麼呢 原來就是一種炎症神經的痛症 是沒有西藥這一島的 這個在醫學上 在加拿大政府 都被迫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 唯有用大麻 所以他就有很多人 就因為這個痛症的問題 政府拿了一張 找去紙 他自己種植大麻 但當然最近 加拿大政府想修改法例 想修改法例 即是說 不讓個人自己種植 但你可以找 可能有 給一些法牌 給幾十間 不知二十間 那就是大公司 即機構 都不可以是大公司 這些都不會很大的 可以找到他種植 找到他售賣 那他售賣的途徑 都要給醫生子 但是很多人反對 因為第一 這個成為一個很大的 石商業機構的行為 那肯定會貴 你自己種植 其實大麻的 製造大麻油是很容易的 大家上網 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你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好了 這件事 在報紙上看到這些新聞 我們的反應 就覺得很可惜 很可悲 很可悲 很可悲的原因 就不是說 那些人要 要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 以為沒有途徑 可悲的原因 就是我們根本有很多 很好的方法 醫治健康 預防疾病的很好的方法 而我們呢 在我們的制度之下 我們被打壓 所以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沒錯 如果這個地球上 沒有辦法 我們所有工具都是這麼多 都幫不了 那就算了 但其實絕對不是 它有很多好好的方法 好了 歸回我們這次的正題 好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血管的問題 心血管的問題 差不多可以這樣 加起來是第一大殺手 是的 即將中風 心臟病 的問題 加起來 比死在癌症 是第一個大殺手 大家首先知道 心血管的系統 是一種密閉式管道的系統 心臟病 是一種肌肉動力的器官 會將那些血液 是崩的血液 經過管道系統 散播全身 所以說無處不在 因為身體 每一個身體的細胞 都需要血液 來供應 將那些營養 以及將那些雜物 營養 或者雜物 都要帶入每個細胞 所以這樣說 就是 血液 無處不在 這些血管 都是 到未知血管 它會滲透出來 在我們的身體 有很多 所謂的臨巴液 臨巴液 就是浸溶在很多細胞 由於那裏 將那些營養 輸送出去全身的組織 所以我們要滿足身體的 機體活動 所需各種營養的物體 以及親神代謝 那些 代謝中的肺物 所謂的 要回到心臟 通過肺 腎 的器官排出體外 所以 血管對人體來說 可以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了 這個可以這樣說 是頭好殺手下 如果我們加起來來說 是頭好殺手 但是有些什麼食物 是可以 不單止可以治療 還可以預防的 第一 就是山渣 對不對 那麼 我們都知道 山渣 就是一個可以 可以這樣說 酸性又甜的 也含有很多有機酸 它本身可以軟化血管 也都可以降低血脂和血糖 所以可以這樣說 山渣可以在多種角度 是保障我們的血管 那麼 山渣通常怎麼吃呢 大家 我想 沒有什麼機會 那些人 就買些山渣果來吃的 但是在中國大陸 如果你去上海和北京 很多時候街邊 就是那些賣糖葫蘆 哦 是冰糖葫蘆 冰糖葫蘆 其實就是山渣 山渣 就是曲了那些糖膠 你就可以吃到 最後就是山渣 這個就是在中國 有機會吃得到的 但是香港暫時都不覺得 有人買這些 這些糖葫蘆 當然有糖尿病的人 就不太適合 如果沒有糖尿病的人 你可以直接吃這些 新鮮的山渣 因為它酸 它酸和甜 還有有機酸 好了 當然也有季節性 在香港 通常可以去藥店 或者食物店買到的 我記得我在中國 是去買那些茶葉店 茶葉店有時候有很多乾的 有些菊花 有些切片的山渣 這個通常都是一種 很多地方買得到的 如果是你買到的山渣片 最簡單就是用來拋水 可以當一種飲品 就是用滾水來沖飲 好了 山渣是第一首選 對心血管是第一首選 第二是甚麼呢? 大蒜 對 相信大家都很知道 大蒜這個食物 味道不好 但是有些食物太多 就會有一種消心的感覺 但是大蒜 抗動物硬化作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 我知道大蒜可以解毒消炎 能夠防止外來有害的東西 對我們造成的傷害 之後就進入我們的血管 進一步會損害我們的血管 那麼大蒜 還能夠降糖 我們在中國 外國各地的研究 很多就用大蒜能夠降低血脂 以及降低膽固醇 但是有些對於 就是 那個 蒜 那個 產蒜區的發明 是 逢有蒜 出產的地區的人 他們那個 心動物硬化 高血壓 灌心病 發生率 是比較低的 這個很多時候 很多其他國家 都很容易見到這個現象 那麼大蒜 怎麼能夠 起到保護血管的作用呢 那麼有些人 就是拿大蒜 直接生吃 當然生吃的時候 會整個人 就是 消心那種感覺 是的 因為我們吃到的黏膜 會受到刺激 所以一般情況之下 都不建議要直接生吃 但是煮熟了蒜 就失了很多效果 那麼我 於是 我通常用生薑 就是磨爛了它 就加點醋 就來到涼拌就很好 那麼在台灣 在東京 我又去了一間麵店 在東京 其實日本人吃的食物 真的吃很多麵 很多不同的拉麵 粗 油 那麵店裏 我就見到 它有生薑 一塊塊的薑 還有一個夾薑 那種儀器 那我就貪西儀 就拿出來 一夾 噢 香檔都有 是的 變成蓉 變成薑蓉 這樣 這樣 將薑蓉 蒜蓉 蒜蓉 就放進湯麵裡吃 這樣 那我朋友 又有喉嚨痛 那她一吃了之後 它就直接在口裡咬 那我就沒有這樣做 那吃了之後 就哇 整個喉嚨痛 即時康復了 這樣 但是呢 吃蒜的时候要煮一样东西 千万不要就这么空肚吃 因为它会刺激我们食道的黏膜 对胃也有点刺激 所以通常吃蒜就要和食饭一起吃 第二种吃蒜的方法 就是用醋来泡 醋和蒜的功效 都是有同样的 帮助我们软肩散结 所以最简单是吃饺子 或者吃面上手的面 或者凉拌里面 加进去 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哎呀,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料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可让人体血管清静畅通的食物 那刚才袁医生你提到山渣和蒜头啦 那还有些什么呀 好了,第三呢就叫洋葱啦 那其实洋葱和大蒜 实际上在植物学的分类呢 都是一种同一类的 属于叫做百合科的植物啦 那所以它的作用呢 跟大蒜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也是最好就是生食粮盆比较有效啦 煮熟了之后就比较差的 那第三的 那第四类呢 就是海带啦 那海带这种食物呢 是可以说也属于一类中药 也都是一种食品啦 那它具有叫做软化血管的作用啦 能够防止动物硬化 那食用的方法呢 各式各样啦 那常见的方法呢 就是一些做汤啦 尤其是做些粮拌啦 那在这些饭店呢 也在日本也都很流行的 你可以见到呢 它有很多这些这样的 海带呀 紫菜呀 这些这样的沙律 那所以一种 就是一种凉拌的食法啦 那幸好呢 海带的味道都很好啦 那平时呢 就不妨多吃一点啦 那当然呢 它是可以补充我们的丁质啦 防止我们地方性的甲状腺啦 以及地方甲状腺的机能的减退啦 那所以在中医的讲学里面呢 海带呢就能够软肩散结 那对很多些斑痕啦 脊肌啦啦 或者身体上有些壮甲的那些瘡呢 那些瘡呢 有预防作用的 那香港地呢 就是很容易找得到的啦 嗯 那第五呢就是紫菜啦 OK 那相信呢 大家去日本店呢 就有前程有吃米苏米珍汤啦 是不是 它都煮几块下去的 那日本就更加 就是那麵里面呢 它通常有三四块大大块的 的紫菜给你吃的 那我们通常呢 就香港就是一种小食店都有啦 一块块 不过呢 就比较上就多了点盐啦 以及多了点味精啦 那但是通常呢 用那些做汤用啦 那那 那紫菜和海带的作用都一样的啦 那 当然啦 最紧要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不论吃什么都好啦 都尽量要清淡食物 要清淡 那我们所讲 虽然在这里讲的食物呢 尤其是预防 那个心脑血管病啦 那 清淡的意思就是呢 清就要少点油 嗯 OK 淡就要少点盐 那这样呢 我就所叫做清淡的啦 那是对我们那个 动物盐化的那个问题呢 就可以去减轻 还可以 就是可以阻重 预防和治疗的方面的 那好了 那 那 紫菜呀 海带呀 这些东西 其实香港都是 经常都买得到的 那在我们健康店里面呢 我们也有很多这些 就是那些海带干了那些 紫菜啦 那 但是呢 那我们始终呢 我们有些人就 就是 食物那里觉得太麻烦啦 那这样 那所以我们过去呢 一直都有 在我们陆塞健康店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大概呢 都是1980年那里呢 它就开始研制出来的 那我们看回里面的成分呢 当然啦 第一就是树 第二就是那个山楂啦 那除了山楂呢 它有叫做 Misotl啦 Misotl啦 Misotl就是那个圣诞树里面呢 新元度呢 挂在这里那些 那Misotl呢 呢 外国呢 是用来医癌症都用得的 那Mutterwort啦 Mutterwort也是一种海带类啦 还有呢 是Cayenne Pepper红椒啦 那有些人用红椒粉啦 那来到 来到就是加买下去啦 还有Bilberry啦 还有那个White Willow 就是这几种成分的加买啦 那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那这种产品呢 对着一些血压的问题呀 心脏的问题呀 那样的那种滴剂啦 那所以呢 其实 其实我们食疗的工具很多的 那 有些 有些 那些 公司呢 就会制作一些叫做 Cayonic的牌子啦 那那种蒜呢 其实是没有蒜味 就是有些人觉得蒜好不方便啦 社交方面不方便啦 那它就用一些呢 就是炆了那些味道的 那但是可惜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它的有效的成分呢 是它的那些蒜的那些味道那里的 那所以你吃得太多这些这样呢 很可能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啦 那也都有一些公司呢 制作一些的 那些零食啦 就是一种叫做Age的Galaxy的 就是 是很难的 那市面上有得买的 帮我都试过呢 就比加上贵很多的 其实最便宜的最便宜的方法呢 就是生的大蒜啦 蒜头啦 生的洋葱啦 是吧 那既然你自己需要的时候 就是不妨 就是当一种治病的工作啦 虽然难吃点也好 都可以用一用的 那但是呢 有些人说啦 那蒜的 有些人说 那蒜有禁忌的 有没有禁忌呢 其实呢 如果你看看 医学的文献啦 坊间的资料啦 其实呢 它都有提及的 譬如有些人的那个 蒜是比较微温一点的 那有些人因虚耐热的人呢 又吃可能又没有那么好啊 那有些人认为呢 吃了蒜得多呢 那个会眼睛呢 那个视力会影响到啊 那但是也认为不是 这个只不过是属于瘟疫啦 那有点点眼膠多了啦 那所谓的视力 好像吃了之后差了一些啦 那也都知道呢 那也认为呢 吃了蒜多呢 个人呢 会那个肌肉呢 即是伤皮啦 那会令肌肉呢 比较软了啦 那但是始终都好啦 在历史上呢 吃蒜的的应用呢 是差不多有成七千多年历史的啦 那在古埃及时代啊 罗马帝国的那些军队啦 都吃蒜的 第一预防疾病啦 以及发现呢 吃生蒜的人呢 那体力会强些的啦 那所以呢 那算是一个 就是历史长久的工具啦 那虽然呢 我知道呢 在有些的佛学里面呢 就认为呢 蒜呢 就不是属于素食的 是属于分的那样的 那这些我都不太明白啦 就是他们可能认为呢 就是那麽重味的那些 刺激的那些味道呢 可能不是那麽好啦 那但是在医学上呢 蒜啊 葱啊 那个山楂啊 这些 对于我们心血管的问题呢 已经是很清晰的 很肯定的了 多谢了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时间又差不多啦 那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缘约会请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医生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United 1 1 3